姜濤的綜合商品報導 大家近來當然是為了看十二怪盜 支持姜濤去借標場 望到不可開膠 所以有關外間對於姜濤的演技的評論 高音仔收集了一些資料給大家看 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評論 或者對於姜濤的演技有所不同的中肯報道 高音仔就跟大家分享 雖然姜濤在十二怪盜是一個短短的氣氛 但是非常多的電影人對於他的評價相當正面 究竟發生什麼事甚至是成熟的話題 高音仔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我這段影片 以及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還有課金支持 好了 十二怪盜 我相信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相信所有姜濤都應該看過了 但我還是保持自己的承諾 頭一個星期我都盡我能力不會劇透 雖然說不會劇透 但對於姜濤在十二怪盜的表現 我們又不可以不說 我會不會劇透 那麼高登仔看完之後 我都陸續看過很多次 作為香港的姜濤 我覺得都是幸福的 因為說真一句 我們看十二怪盜方便 基本上你跨些說句 你一到樓下 就算樓下沒有戲院 你過可能搭搭很少的車程 已經可以去到附近一些戲院去看 你不跟外國 而且暫時如果你是外國的姜濤 不好意思 我想你們暫時未有機會看 除非你們回來香港 所以對於姜濤的表現是怎樣呢 你們只可以通過一些網上的評論 甚至可能聽光仔有時說一下他的演技 所以我都盡量明白 因為我同頻道都多外國姜濤聽 所以我都盡量在頭一個星期 我就不劇透 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尊重外國姜濤的神秘感 但是一個星期後我就沒辦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一定都 其實我想大部分姜濤都知道 大了那個劇情或姜濤的表現是怎樣 就算我不去說 現在其實有大批的影評人 例如可能跟高登仔一直有好朋友 他們現在都做一些電影評論YouTuber 他們都開始評論十二怪盜 也有很多行內的訪問人士都說 不單止只是說姜濤的 老實說 評價了MIRROR十二次在十二怪盜的演戲 畢竟有些鏡子是第一次拍戲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會十二個鏡子都會評一評價 究竟是他們表現成怎樣 當中都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評價都是說姜濤在今次十二怪盜 因為十二怪盜近來的評論點都是說是鏡式幽默 都是一種輕鬆幽默感重的一套電影 一種鏡式幽默去表達那種 雖然人家說是怪盜 但是都是用一種開心幽默的表現 當中姜濤的喜感就備受一個肯定 這個喜感的幽默就是說姜濤自從拍攝了 第二個天堂城市和客串式的道穴者之後 覺得他的表現更趨成熟 其實我們一向都知道 拍戲當中如果你要一個演員 要一個演員演大喜大悲是相對於容易 相對於什麼容易呢 就是相對於拍一種幽默喜劇的容易 而且是說一些新進的演員 其實姜濤也算是一個新進演員 所以她是演活了自己的部分出來 姜濤演活了一些部分出來 她是拿捏得很好的 但是這次大家對於她的演技就加以肯定 為什麼呢 因為姜濤在十二季度裏面 是帶出了一種幽默 和類似差別來的那種對於鏡頭面前 那種喜感 甚至那種形體的灰鞋 OK 你們千萬 如果你們可能對於電影沒有研究的話 不要緊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作為一個演員 你問哪個演員都是 他們會清楚知道 在演藝的生活中 最難演繹的角色就是喜劇的角色 而這些喜劇的角色呢 說一句你說演喜劇哀樂 是吧 幽默搞笑是最難的 是吧 由以姜濤初出道 其實以一個偶像派 當然這是實力派 其實都很難這樣再分 不如說姜濤偶像派 所以你說以幽默的形式 譬如可能薑色幽默也好 或者鏡色幽默也好 姜濤這次也是一個大突破 所以在這方面 外間對於姜濤也是大受好評的 甚至是說 咦 姜濤走這個喜劇角色 是不是也是一個挺好的法治呢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的 因為香港的喜劇演員 除了周星馳之外 可能說的是比較出色之外 其實也很少 所以姜濤如果在這次十二季度 那種喜劇的模式 可以做得到的話 咦 我覺得也是一個挺好的法治 當然這個是言之上早 所以我覺得 對於姜濤這次在十二季度的演繹 雖然不是說很長 但是我也覺得 似乎也有一個挺好的發展方向 所以都要很多人的支持 特別姜濤 所以這次對於姜濤一種 那種喜劇的演繹呢 是大受好評的 外界 即是如果你們 有時作為姜濤 你們很少研究電影 或者是接觸一些電影的媒介 或者電影人的評論 那高安仔就告訴你 那很多電影日呢 對於今次姜濤 在這個十二季度 演繹那種喜劇 是非常之讚賞 而且甚至有人說他的演繹 已經達到成熟的標準了 什麼叫成熟的標準呢 就是一個成熟的演員 他能夠在鏡頭面前 表現出喜、怒、愛、樂、幽默、被愛等等的情緒 有電影人都覺得姜濤已經成熟 可以拿捏到這些了 譬如喜怒、哀樂等等 我們可以在剛剛有另一個 我的天堂城市 也要是說是一個整個電影的成熟 所以到十二季度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 所以到十二季度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 我之後可能會聯同一些我熟悉的電影youtuber 當然他們的受歡迎程度是高於高等仔很多 因為他們的受眾是比較多一點 他們可能收一段影片都幾萬人看 甚至十幾萬人看 都不定 當然不可以跟我相比 所以有時候我現在都邀請我的雙熟電影youtuber 可能我們會開拓一個系列 講姜濤如何在電影生涯上喜怒哀樂 如何從現在暫時來說 四套電影一套電視劇 電視劇當然不單止一套 又出過鏡的話 但是以季前賽和四套電影去分析姜濤的演技 是怎樣進步的 以及怎樣拿捏到喜怒哀樂的等等的情緒反應 這件事正在籌備高等仔 希望... 你知道啦 高等仔... 我經常被觀眾聽眾罵 高等仔...你經常把這些計劃 講完頻道 其他youtuber都抄襲你 我都一再強調啦 對不對 我又不怕別人抄襲 我開拓一些新的做法 或者一些新的idea 那你有本事就抄襲 有本事就模仿啦 無所謂啦 譬如你可能做直播的 那你見高等仔 可能每一天做一些... 深度評論 或者那間姜濤的新聞也好 或者評論也好 那你就照抄啦 那你做得到就做啦 無所謂的 對不對 就是大家... 我自己都是一句目的 就是希望... 幫到姜濤的意思 那所以... 對於姜濤的... 如何在電影這個媒體裏面 發光發言 以及一種... 比較客觀一點 不單是高等仔講啦 請到一些電影youtuber去講 那...就... 等等啦 大家等等啦 因為我都在籌備 因為近來我都忙於看十二怪 即是... 我都跟大家講 我想可能我現在就自己一定... 不止... 即是... 不止是... 看一下這麼簡單 可能我會看得多一點點 那... 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好... 今次姜濤的中日新聞報導 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 我會讓你去看看 準備我們會看得很快 我會看得到 不行 如果還有一ㄷㄹ 我會看得到 你們會 的遮瑕 可以說 要從事件 現在我已經有破壞了 都被逮測了 你去查吧 真的最後一刻 我會看得到 只有的 我只是想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